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二幅画作连起来 总长接近十二米 如此红篇巨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原来这套美人图是圆明园申柳读书堂围屏上的装饰画 申柳读书堂是印针在圆明园里日常读书的地方 那时的印针还只是雍亲王 从父亲康熙皇帝手中获赠圆明园后 他立刻搬到园中 决心在这里长久居住 为此印针发费了大量心血建造园子 参与园中的每一处设计 这套美人图为凭就是印针与画师一起精心策划而成 因此又被称为印针美人图 美人图为卷本色色 美图会一名美人 对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 美人图的另一个独特之处 在于他的言耐之意 仿佛醉翁之意不再久一样 美人图画的虽是美人 但美人之外却另有深意 专家说 美人图中到处隐藏着印针的笔记和印章 如这幅《美人靶静图》中 美人身后的书靶作品就是印针的亲笔 内容来自于他的诗作 《美人靶静图》四首 把自己的诗作当作背景中的一件陈设品 应该是印针的首创 正是这些隐秘之处的创意 无意间泄露了印针当年细密的心思 《美人靶静图》中书法作品的落款 《破尘居士》 是印针做拥亲王使为自己起的别号 他即位做皇帝后就不再用了 此外还前有一方圆明主人的印章 因为圆明园建成于公元1709年 此后印针开始自称圆明主人 也就是说 《美人靶静图》的创作时间 应该在公元1709年至印针登基前这段时间 此时 康熙皇帝刚刚废出了太子允能 朝廷为了皇位继承人问题乱成了一国粥 因为太子被废使得其他皇子对太子之位有了觊觎之心 康熙生有四十多个儿子 除去腰折的有三十五个阿哥可能成为太子人选 一时间皇子们明争暗斗 几位阿哥由此受到牵连 大阿哥允提被监禁并剥夺了爵位 八阿哥允四被削去贝勒爵位 十四阿哥允提险些被杀 满汉大臣中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 也许是为了平息皇子之间的争斗 康熙不到一年又恢复了允仁的太子地位 可是太子复位后不到三年 康熙再次将允仁废出 禁锢于贤安宫 四年之中允仁被两利两倍 由此让那些想当太子的阿哥们的皇权欲亡 燃了又灭 灭了又燃 更让康熙伤透了脑筋 自此之后再也不提李太子的事情了 作为康熙皇帝的第四子 四阿哥应征 在继承皇位上应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 但你看他怎么就一点都不着急呢 人家别的阿哥们一个个拉帮结党 为了争夺太子地位费尽了脑汁 这种时候应征怎么还有心思跟画师创作美人图呢 他心里是怎么打算的呢 在圆明园里 应征油山满水 布置家园 过着清新寡欲的生活 从应征行乐图中可以看到 应征在各种主题背景中 穿着各种行头装扮出不同角色 让画师为自己画像 在耕之途中 他甚至变成了一名农夫 亲自浮离耕种 为了表达自己对淡泊宁静的追求 应征还特地为自己起了个别号 叫破臣居士 表明自己要看破红尘的心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后来的事情表明 应征是一位在政治上很有报复的人 在其他阿哥们勾心斗角 争夺太子之位时 他也在处心积虑 为谋取皇位而费尽心机 只不过他的方式更加高明 他把自己巧妙地隐蔽在圆明园里 韬光养晦 同时不露声色地窥测政治风向 据史料记载 应征的心腹幕僚戴多 曾为他谋划出 成孝皇父和睦兄弟的策略 按照这一策略 应征逐渐获取了父皇的信任 当太子允仍第一次被废试 皇子们都说要把太子幽禁起来 甚至有皇子建议把太子杀掉时 只有应征一句话不说 而是跪在地上心痛的 剃气不能起 此举令康熙非常感动 等到允仍被复立为太子时 应征也被父皇进封为雍亲王 并恩赐圆明园居住 圆明园的地理位置大有讲究 他与畅春园距离不到五百米 而晚年的康熙大部分时间住在畅春园 距离上的优势 让应征有了更多机会与父皇相处 据康熙实录记载 自从应征搬到圆明园后 康熙曾五次临幸圆明园游赏 禁验 最后一次是公元1722年的3月25日 这一天经应征邀请 康熙专程到圆明园来欣赏牡丹 陪同应征侍奉的还有他的儿子弘历 康熙见到聪明伶俐的弘历 非常喜爱 传指把他照入宫中培养 这场精心安排的会面意义非常 因皇位继承问题而精疲力竭的康熙 似乎在见到弘历的那一刻起 就默默做出了某种决定 此后他像发现宝藏一样 把这个小皇孙随时带在身旁直至病逝 康熙病逝后 应征继承了皇位 这样的结果既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 因此有专家推测 印针在圆明园韬光养晦期间的很多行为 都可能是刻意为之 比如他在圆明园里的各种画像 有些分明就是画给外人看的 尤其是画给康熙皇帝看的 而这套美人图呢也是他刻意为之的一种行为 然而如果说美人图是刻意为之 似乎又与印针破尘局势的别号相互冲突 因为无论道家还是佛家 在修身养性中都要尽量避免美色 一心标榜自己看破红尘的印针 怎么会把这样一套美人图 堂而皇之的摆放在书斋里呢 原来在中国古代诗文中 香草美人象征忠君爱国的思想 从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开始 就有了用美人隐喻崇高理想的先例 印针正是基于这一创作原理 与画师紧密合作 通过美人图隐秘地表达出自己的心思 比如美人靶镜图中美人手拿铜镜 身后是印针亲手抄写的自己的诗所 其中有两句颇耐人寻味 自经岁目贫临近 只恐红颜简旧时 这些诗呢 一个是感叹时光的流失 再一个呢 感叹机会难得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一点怨忧 有点埋怨 很淡淡的一声哀愁 有点埋怨 我想得到东西 得不到 我的心思呢 没有人理解 是这么一些 比如说这个美人招镜 就是感叹他的容颜异劳 像美人手里拿这个一块拐表 就是时间太快 还有那个自明钟 就是说他就借题化回 他说这个自明钟到时候他还能够敲 敲得小 可是我自己心情呢 怎么办呢 我还不如这个钟 又表达了他这种心情 康熙皇帝长寿 印针登上皇位 成为雍正皇帝时 已经是人到中年四十五岁了 在成为皇帝的漫长等待中 他有着怎样的心境与焦虑 美人图中的提示 让我们看到印针当时颇显无奈的心境 另一幅美人手指西洋怀表的画面 不仅表达出美人对时光流逝的感伤 背景提示最末一句的 手指时钟探碎滑 更是印针人到中年 却一事无成的焦虑心情 然而残酷的政治环境 又不允许印针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于是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心思 以书法作品的形式 藏到了美人图中 并把他们放在自己日常读书的地方 以此励志 同时也是自我安慰 暗藏了印针心思的美人图 可谓处处旋即 然而他最大的旋即 却是画中的美人 他们到底是谁 跟印针又是什么关系 请您关注下期的 揭秘雍正之宠飞之谜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防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